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春天阳气始发,阴寒未尽 天气变化无常,感冒,过敏,胃病,失眠等疾病高发 这时候要注意调整日常饮食,补充营养 鸡蛋堪称是最平价实惠的补品 春天吃一点,能补充优质蛋白和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增强免疫力 而且,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中老年人补充胆碱和卵磷脂 滋养大脑,提高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 但鸡蛋的碰饪方法很多,春天适合哪些鸡蛋食疗方呢? 李医师给大家介绍几个 一,鸡蛋加当归黄金,养肝防失眠 中医讲究应季养生,春季对应的脏腑食肝 很多人在春天容易受到失眠,头疼,便秘的困扰 这可能是由于肝气郁结,影响了皮的韵化 皮不化湿,则湿血生痰,痰瘀酒化热 痰热内扰心神,导致心烦不眠 皮须还会导致气血不足,气机不畅 痰灼阻滞,产生阴虚长躁便秘和虚痛头疼 李医师推荐的这碗当归黄金鸡子黄汤 养肝健皮,适合春天有上述问题的人群 我们准备食材,黄金30克,橙皮10克 当归10到15克,鸡蛋黄1到2个 做法 1.黄金,橙皮,当归放入锅内 加水至摸过材料2厘米左右,开火煮20分钟 2.蛋黄和蛋白分离,只取用蛋黄用筷子搅散 失眠严重的人可以放2个蛋黄,不严重放1个即可 3.水煎好后,把渣子过滤掉 倒入搅好的鸡蛋黄,再搅拌均匀即可 用法,可以分成两次服用,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 功效,黄金益气养阴,健脾润肺 陈脾礼气化痰,健脾造湿 当归补血活血,调精止痛 鸡子黄养心安神,滋阴养血 三种药材再搭配鸡蛋黄,春季干脾的问题都能解决 需要提醒的是,这个调理方不适合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 第二个,鸡蛋加添麻,疏肝缓解头晕 春天肝痒上抗,容易头晕,血压失控 添麻性肝,平硅肝精 有西风止净,平易肝阳,驱风通落的功效 李医师推荐,添麻煮鸡蛋 食材,添麻60克,鸡蛋5个,水1000毫升 做法,添麻先浸泡30分钟 然后就按照正常煮鸡蛋的方法 每天吃一个鸡蛋,煮添麻的水也要喝大约200毫升 功效,添麻煮鸡蛋能够平干吸风,止眩晕 第三个推荐,鸡蛋加紫酥橙皮,散寒化痰 老话说,一度三九,难熬春寒 熬春寒也是健康懒路虎 冬天人体防御炎寒,臭里关闭 春天臭里打开,但初春天气依旧寒冷 风寒侵入很容易损害人体 趋春寒,抵御冷空气,预防感冒 可以吃这道散寒茶叶蛋 食材,鸡蛋,茶叶,紫酥,陈皮,姜 做法,一,锅中放茶叶,盐,生抽,紫酥,陈皮,桂皮,八角,糖,姜 放鸡蛋中火煮4分钟 二,鸡蛋捞出锅凉水,敲碎鸡蛋壳 再放入锅中大火烧1分钟 倒入容器里浸泡10小时即可食用 注意,浸泡时,鸡蛋要全部浸没在汤液中 酥液入肺精,可以疏散风邪,喧肺止咳 陈皮有化痰理气的作用 它和紫酥配在一起炖煮鸡蛋 在受寒后食用,有助于散邪气,排痰止咳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看完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关注健康 我们明天见